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 Redis中数据类型里边的 Street类型 学习了里边的一些相关的 ZiftChall相关的一些命令 那这节课呢我们接着来往下学 好 接着我们上节课的命令来往下走啊 我们可以来设置 一个Key的值 也可以得到 包括也可以得到设置等等 那现在呢 我想得到一个Key的存储值的 一个字符串长度 就可以通过 StrLens 得到这个Key的字符串的长度 它的作用是 获取 Key的字符串长度 语法呢比较简单 StrLens的Key就可以 那现在我们想得到一下 Test的Str5中 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直接来写 StrLens的TestStr5就可以 来实验一下 StrLensTest Str5 它的长度为4 那如果要对一个不存在的Key 获取它的长度呢 你写上51234 它返回的是整形的0 看好了 没有长度 比较简单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注意 对于不存在的Key 获取其长度 返回的是0 那其他时候呢 那其他时候呢就返回这个字符串的长度就可以 有点像我们这个字符串的替换 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SatRange 设置 设置某一范围 它的作用就是 用 相当于 就相当于 字符串 替换的效果 将我们字符串中的某一部分 用其他值 来替换掉 它的语法 SatRange 接着Key Offset 从哪开始 用什么值来替换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Offset呢 代表的是我们的偏移量 首先需要注意啊 SatRange 命令 如果说我们要对一个不存在的Key 进行操作 它会被当作一个空白字符来处理 那SatRange命令呢 也会确保字符串有足够的长度 来教我们 想替换的值 设定在指定的偏移量上 但如果我们要给定的Key 原来的存储长度 要比这个偏移量要小的话 那么原字符串之间 和偏移量之间呢 就会拿这个零字节来填充 这一点需要注意 一会儿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如果设置的 Key的原来存储长度 原来的字符串长度 要比这个偏移量小 小 就会 以零次节 也就是可以通过 反其杠X00 来填充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设置一个siftrar 那设置成功之后呢 通过SatRange设置成功之后 返回的是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首先我们先对一个非空字符串来进行一个设置 假如说我们写了一个setTestStR到9了 写上一个helloKing 现在没有这个setRange set 先来设定一下 设定之后呢 我们先来替换一下 看 简单的设置 成功 你可以get一下 testStR9 接着我想把King换了 它的偏移量是从几开始呢 0 1 2 3 4 5 从6开始 你这样来写 写成一个setRange testStR9 接着偏移量是从6开始 写成一个King 看一下得到的效果 把它一复制 成功 返回的是自负串的长度 得到的是11 接着你得到一下 get testStR9 helloKing 长度一共是11 不信的话 5个加5个加一个空格 是不是正好11啊 或者可以通过我们刚才刚才刚学完的 想得到自负串的长度 testStR9 是不是也是11啊 这种效果 也可以 那如果说对一个空自负串 或者说不存在的key 进行StR 那setRange的话 你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可以来检测一下 exists 先通过这个 这不是我们自负串的命令啊 通过exists 可以检测一个key 是否存在 写了一个testStR10 你看到 得到0 是不存在 如果是1的话 是代表存在 你要检测一个9的话 是代表存在 先用一下 之后我们会学得到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对这样一个自负串 不存在的key 来使用这个 setRange的话 你来试验一下 对 不存在的key 使用 setRange 写上一个 setRange 你可以先来写上 exist 检测一下 这个key 叫testStR10 确实不存在 我们是知道的 接着我们通过setRange test StR10 偏移量写成一个5 值写成一个king 你看一下效果 应该拿什么来替代 好 一共是9 怎么是长度是9呢 我们来试验一下 应该是5加4 才等于9吧 那你得到一下get testStR10 前面一共有几个 零次节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是不是有5个零次节 因为你设定的偏移量是5 接着再加上我们的次负TRA king 一共是9个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点呢 也需要注意 对于一个 不存在的 空次负TRA 这样的形式来进行 setRange的话 会返回 以零次节来填充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说过 一般有set的时候呢 对应就会有我们的get 那接着getRange呢 同样的是 来写上一下 第9个 getRange 比较简单 它也是返回 我们字负TRA中的一部分 有点像我们的截取字负TRA吧 对吧 getRange 返回字负TRA中的一部分 字负TRA中的一部分 它的语法 它的语法 一样 有set的时候呢 一般就有get 可以把getRange 拿到这儿来记啊 getRange 返回字负TRA中的一部分 那这个呢 我们已经写过了啊 那接着再往下 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说 在讲set的时候 有一堆的那些可选参数 其实呢 那些可选参数呢 我们可以通过 分别的这几个命令来实现 首先来看一下 有一个setNX NX呢 代表not exist 它的语法呢 setNX key value 作用和我们的set差不多 但是区别就是 仅当 只有 key不存在的时候 才能设置成功 设置成功 同样的也是对这个key 设定一个value 但是如果key存在的话 它是不成功的 成功呢 会返回为1 失败呢 返回为0 接着你来试验一下 我们先检查一下 exist 检测一下 teststr11 它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话 就可以通过setNX set 不是sex setNX teststr11 写上一个值是mess 这是可以的 会成功 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看 不存在 接着通过setNX teststr11 写上值是mess 成功 这时候再得到一下 getteststr11 mess没问题 那如果说你再写一次 你说我写成一个 messedu 这时候你看 设置成功了吧 没有 接着得到它的值 也是 还是原来的 mess 因为这个setNX 只有这个key 不存在的时候 才会成功 这是它们两个的区别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一会儿 通过set 也能实现这样的效果 也是可以的 测试的时候 你得到一下 get一下 teststr11 接着你再把刚才的命令 写一次 这时候就是一个失败的 因为界名已经存在了 再得到的时候 没有改变 teststr11 这是我们的set setNX 接着再往下 和setNX相关的 还可以来设置这个key的过期时间 setEX setEX呢 相当于设置我们这个key的一个过期时间 这个key多久之后就会 销毁了 就不存在了 同样的 它的语法结构 可以来看一下 语法 setEX key 多少秒之后过期 就是它的生存时间 接着它存的值是多少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的这个set EX呢 是一个原子性的操作 它关联值和设置生存时间 这两个动作 会在同一时间内完成 其实呢 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xpair 来设置某一个key的过期时间 也是可以的 好 那其实呢 这个setEX 刚才我们也说了 它就完成了这两个操作 第一个是对这个key 设置一个值 接着呢 再通过xpair 设置这个key 过期时间 它是完成了这两个命令 所以说呢 它也是一个原子性操作 设置成功的时候呢 会返回OK 那失败的时候呢 会返回一个错误 如果这个 一个错误的话 如果设置失败的话 会返回这样一个错误 好 简单的把它的这个作用也写一下 设置key的 设置key 并且设置 其过期时间 记住 这里边的这个过期时间 key的生存周期 是一个秒 以秒为单位 首先呢 我们来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 set xpair str 多少秒呢 写上60秒 值呢 是一个test xpair 来 设置一下 这个呢 是一个不存在的key 没问题 不能是set 应该是set ex 你看 报了一个错误 error snicks error 语法 错误 现在是不是ok了 接着你得到一下 在60秒内 你得到这个 键都会有值 你可以通过ttl命令 看一下这个键的过期时间 还剩多少秒 47秒 46 这个ttl呢 我们先用一下 得到这个键的 生存周期 还剩多少秒 那现在你再看 可能38秒了 这样的形式 没问题 那接着呢 你再来看 过了这之后 我们再得到这个值 就已经没有了 它就已经过期了 现在还有啊 再等5秒钟 你看 马上就 没了 还有 再ttl一下 12秒 0了 那再来得到 就会返回一个 你看 负二了 再得到的时候 还有值了吗 没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设置这个key的过期时间 它是一个原子性操作 setex 注意 setex 是原子性操作 相当于 执行了这两个命令 先设置一下key 接着value 又执行了一个 又对这个key 设置了过期时间 就相当于写了一个expare 加上一个key 秒数 这样的形式 相当于执行了这两个操作 不信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来试验一下 先来用一下 set一个key 写成一个expare str1 秒数呢 写成一个 不写个秒 直接写值 test1 接着 再通过expare expare str1 10秒钟 来 执行一下这两个操作 把它拿过来 一个 执行一下 expare xpare str1 10秒 成功 ttl一下 expare str1 还剩6秒 这样的形式 4 3 2 1 好 你看 已经过期了吧 现在已经过期了 当你再得到这个值的时候 就已经得不到 get expare str1 0 这是我们的这个setex 如果setex呢 对一个已存在的键 进行 再设置的话 那会产生一个覆盖 会覆盖我们之前的值 不信的话 我们也再来试验一下 试验最后一个 setex test12 值呢 是一个a 多少秒呢 写长一点 1000秒 值是一个a 接着我们再得到一下 get一下 test12 set setex set 又写sex 这种想性感 这不合适吧 对吧 set ex test12 1000 a 接着呢 我们再来得到一下 gettest12 a 接着看一下 它的生存周期 还剩多少了 test12 991 这时候 如果你再通过setex 写上一个 100秒 值呢 是一个b 你看会产生一个覆盖 得到一下 97秒 再得到一下 它的值 是不是b啊 这样的形式 也比较简单 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通过什么呢 还可以通过mset 之前是一次设置一个 这个mset 我们是不是也学过呀 但是呢 我们说了 如果mset中 已经存在的这个 件名 它是不是也是会产生覆盖呀 对吧 那我们还有一个mset nx 它是代表什么呢 同样也是 一次设置多个 有点像我们的setnx 只有件名不存在的时候 它才会设置成功 但是只要里边有任何一个key是存在的 它都会设置失败 所有的都会设置失败 这一点需要知道 它的语法也是 msetnx msetnx key value 接着可以设置多个key value 这样的形式 一次设置 一次设置 多个key value 建置对 对 接着呢 只有 只有 所有的key 都不存在的时候 才会成功 这一点需要注意 只有所有的key都不存在的时候呢 才会成功 那接着任何一个key存在 整个操作都会失败 那失败呢 它会返回一个0 成功的会返回一个1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在这 在这来写 mset一下 nx test13 值是a test14 值是b test15 值是c 来看 保存一下 成功 成功返回1 那你可以直接mget一下 test13 test14 test15 这是有的 那接着你再来试验 如果说你再写一下 把它一粘贴 你把它改成一个 15 16 加上a b b cc 这是17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存在的呀 是不是15已经存在了 这时候你来设置的话 一个都不会成功 会报一个 0 会返回一个 0 一个都不会成功 不信的话你来得到一下 mget一下 15 还是c 接着你说得到一下16 再得到一下17 现在是不是两个nail啊 代表的是 没成功 mset 以msetnx 和这个mset 和setnx 结合起来 组成的这样一个命令 接着再往下 还有一个psetex 这几个呢 一起来记就可以 psetex 那它呢 也是和这个setex 差不多 p呢 是代表以毫秒的为单位 来设置我们key的一个生存周期 以毫秒为单位 设置 设置 设置key的生存周期 其他的和我们的setex 效果是一样的 set 语法呢也比较简单 p setex 接着 key 这时候不是秒的 这时候不是秒了 是v秒 是毫秒 接着加上一个value 好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p site ex test13 它13已经有了 写上一个16 毫秒呢 写上2000 毫秒 加上一个 值 写上一个hello word 那想得到一下 它的生存周期呢 不能通过ttl了 应该通过什么呢 通过pttl 加上一个p 比较简单 接着再往下 来试验一下 ok 通过pttl test16 反过的也是毫秒 已经过期了 这个毫秒太少了 写上一个 再来一次 pset一下 长一点 hello world king 20000毫秒 接着再得到一下 17951 16000 对 这样的形式 返回的是毫秒数 也比较简单 再得到一下它的值 get一下test16 你看 hello world king 这样的效果 这几个命令呢 一起来记就可以啊 一起来记 p3ex 好 那这几个有了之后呢 我们先把它练习一下 那下节课呢 再把剩下的最后一点 和字符串相关的命令 我们来续完就可以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的感谢